忽然獨自面好 就是等到忽然獨自再來洗手 第三點呢 我前一次有提的就是說 清明空中說明 這裡面有醫療行為 我也會產生醫療症 在這邊 被退後退後 那但是呢 你們在回復的時候說明 但是呢 你在後面的那個 這個本文裡面 就完全沒有洗手 包括你這邊的殼的水質 就要你所謂的處理的方法 你知道後面 從頭都沒有在檢查 那第四點呢 就是在第七章 七點四裡面 這個開發行為 對於水溫水質的影響 你們這個內容 幾乎都完全沒有提到的 承受水平 它的水質可能造成是影響 那甚至於在第八章 採取對策獲 對這個環境裡面的 這個水質的影響又是怎樣 這裡面也都完全沒有提到 那最後一點呢 這個因為我前一次有提到 很多軍員反應 他們建議說 可不可以保留大片的公園 那我也建議你們 是不是反正向幫助 替代方案的一個檢討說明 補充上這一點的檢討 以上有您的甜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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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時候它實際會造成室內很多生物性污染源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設計其實很奇怪 這個是開發單位自己的權責 我覺得開發單位要實際面對民眾的意見 就是我預計給我的整個的建築量是這樣的 那現在你們在玩文字遊戲告訴我說 確實啊我容積樓地板面積下降 可是我總樓地板面積沒有降 那我覺得開發單位要回答民眾這個問題 就是這是不是在玩文字遊戲 這個到底為什麼不能為政府省點錢 為什麼不能夠下降整個總樓地板面積 這是我第一次問題 第五個問題有關這個 我上次有提過就是民眾 它其實是跟現在在比 現在他們如果說你 跟剛剛這個高委員那一件一樣 它現在可以享受到 假設網子國外園區怎麼開發 就像現在是這個 有老樹有這個草地的這個情況的話 它可以享受到整個園區 那如果要開發 我上次也提到就說開發的話 這些綠地也不一定是都要建成樹木 都要建成這個草木 也可以有一些比較空旺的草地等等 這樣可以公布他們的使用 但是你們的回應的話都一直是在解釋說 我們的綠地有增加 我們的就是都有開放空間 那個確實是開放空間 可是卻並不是民眾可以使用的空間 所以這個我也是給開發單位參考 因為這個其實就是民眾的需求 所以我們要花了今天好久的時間 其實是問一些文字上的不一致 跟一些數字上的遊戲 跟一些可以改而一直堅持自己的設計的問題 以上就是我五點意見 謝謝 好 接著 你好 聽到這裡 謝謝 各位女士先生 上次的意見基本上是都有回覆 但是好像沒有完全對提 所以我補充兩個 第一個 其實我問題很簡單 你這個機率就這麼大 開花前 它的Hydrograph 水文利線 是多少 你這個完全沒告訴我 那這個 你騎了一大堆東西 我都看了 你有點贊官禮貸 台北市政府就很簡單 水利處 它省所有的東西就是 假設五年的暴雨頻率九十分鐘的原始 78.8mm 下了 在現況之下 你找一個控制點 會出來多少水 而我們做了這些開花之後 假設我沒有做任何的保水測試 這當然可以假設 那你會出來多少水 那你還沒算 我大概都知道應該會增加 結果你努力的做了很多東西 就是你 你隨便這樣講 你一直用水土保持技術規換的算法 你動不動就 Duration用五分鐘 然後IMA用到140 然後你就自我講了一大堆 大概有二三十一頁都可以打 其實我們要看的是 但是因為你做了這些努力之後 包括綠屋頂等等 你可能也不太會算 因為它其實背後 屬硬它其實 五點二百已經都會算這些東西了 然後 你把那條信降下來 那我們就放心了嘛 結果你不是 你常把水土保持技術規換的東西 拿來平地的東西來補充 所以我一方面肯定你 找水土保持技術 我猜啦 做了很多東西 但是會讓人家覺得什麼 你做了很多東西 但是沒有 針對問題 提甲竊領告訴我們一些事情 那第二個 補充是 我那時候有希望或要求 我如果住在那裡 因為剛剛有居民說 我們都沒有住在那裡 那時候我們都將心比心 施工那麼長 那你說好 那我願意增加做造業正宗測量 這個我們也歡迎 可是那個數據 會變成只是交給環保局的數據 我們關心的是 realtime即時 你說 你一個月測一次施工期 我覺得不會有問題 那個找誰來做一個月一次有的問題 我care的是 打樁的時候可能很大 有時候是不得已 我想居民也會這樣解 我們很善良 但是這些數字 你如何傳達給我們 當然知道 或者是關心的人知道 我舉一個例子 中研究院 翁院長 時代 他擔任我們黃斌委員 在他做那個多什麼 跨科系整個大樓 做得不錯耶 他弄個大看板 隨時告訴人家說 我做了多少 我一直認為那是很好的model 是做得出來的 你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那你也願意說 因為你做了很多的保水設施 做了很多 你的保水其實也蠻進步的 你用很多stras 放在地底下 然後讓水進去 我也知道那個東西 你說啊 你在營運期間 剛剛是施工是噪音 營運的時候呢 這些暴雨有沒有進去啊 你要量什麼 你要量雨量 我不知道你量雨量要幹嘛 你應該是量流量吧 那你要量在哪裡 所以我意思說啊 不能為完成一本還品 再寫東西而已 而是說實際上是有意義的 那那些數據呢 當然我不好意思要求你們用 這個林副市長最喜歡這樣講的 智慧程式啊 IoT啊 其實現在都做得到的 那你就把這些數字 就告訴我們 我當然會相信你的 所有的設施是有效的 完全沒有 你只是 你自己看你那一頁 你寫什麼 你要量暴雨 你要量雨量 然後連在哪裡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量也不知道 謝謝主要講 可以跟您負責 謝謝主要講 您負責 您負責 謝謝主要講 我這邊大概有幾點意見 第一個 這個 因為有高樓層 所以是不是補一下 建築物的日照 這個陰影的影響分析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本文中 還是請你們留一些重點的東西 還是簡明惡藥 來補充 例如 行動不變者的 這個 車位書 設置的位置 樓層 有沒有進樓梯間 等等 這個 只要兩三行就可以處理了 那這個東西 因為往往都有時候在戶路 或者不嫌疑的地方出現 所以我希望 有些東西還是 愛檢民2月1號 現在 本文的地方 還是顯現出來 那第三點 剛剛 我們連委員也提到 假如說像這一塊 居民的敏感性那麼大 我覺得在施工期間 看看有沒有各方面監測的電子看板 能夠顯現出它的狀況 然後有超過的話 馬上要有一些因應透視 其實這個東西 我在東京的時候 那種 搞什麼施工啊 都有這個 電子看板 展現出來 本來就 照片 沒有 展現出來 那我們國內 大概應該也 只是我不知道 可能也有 那像這個 我想 可以在 在 在那個 檢測的時候 再注意一下 好 然後 第 四點的話 現在就是 我們有一個 五處的 這個 地下停車場 那這邊 也有提供 附近 基雲的使用 那 基雲使用的時候 因為這塊基地 是 四面都是道路 包圍 所以我覺得 還是比較 清晰一點 現在基民要過 道路的時候 在哪個地方 還是隨便 就中間 就過 道路過來 所以我覺得 這個 是不是 行人的動線 基民在這邊 不管在這邊活動 然後 或者這個 停車要去開 或者要 要 停碗搜出來 到他家 這個動線 是不是在 在地方 網上收明一下 你 叫他幫你 扡標就好 再來最後一點 其實 這個也是造成困擾的地方 就是 那個 報告書 從以前到現在 這個數字的正確性跟一致性 我覺得可能是不是在 近視然後真的要有 這個最後說 青彩金整個數目是 或者做法怎樣 我一切 然後給委員 來試一下 因為這樣的話 造成這個數據上 會造成一些很大的一個困難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來 董委員 我可能大概針對 我之前所提到的 有關於那個訪災計畫的部分 大概提供一些意見 那我想那個 讀法局也很努力的去做了一些回復 那但這個回復裡面 雖然說你分成了所謂的建築屋層級的 防災 還有元氣層級和這個所謂地區 這個社區 防災層級的這個部分 我一建議就是說 你的這個建物層級的防災 是不是應該要分成所謂的 低層建物的一個討生病難 和高層建物的討生病難 你要分開來去進行檢討 那你現在所列出來的一些東西 那它有一些塗料 那也雖然放了一些 像所謂的討生的平台 甚至是像一些滑台 可能我不曉得是不是要 可能要請那個規劃設計者 重新的去重新去檢討一下 它在各個樓層上面 你這些單一的一些使用 這個所謂譬如說像全日型的老人照顧機構 你現在的這樣的一個使用的 這樣的一個討生平台 它的進出的可及性 還有它的所謂的這個疏散的 它提供的面積的一個合理性 那已經你那個滑台所放的這個位置 是不是真的能夠去 真的能夠去在很緊急的狀況下 可以很快速的去使用到 我覺得這個部分 可能要重新的去做一些檢討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呢 在這個所謂的社區層級的部分 我其實一直想要去確認的是說 你現在引進了這麼多的人口 尤其這些人口裡面是有非常多的一些 所謂的弱勢族群的人口 你在原有的這個社區 或者是地區的這個房災層級上面 它目前說可以提供的所謂的 緊急的一個避難空間 甚至是所謂的一個臨時的一個收容空間上面 它所在供給量 就是在需求量上面所增加的部分 那你所能夠提供的部分 這個部分所造成的衝擊和你的因應措施 可是我覺得在這上面 其實目前的這包書當中 就是寫說 我這個地方是做 哪裡是做這個北邊的這個開放空間 是做一個所謂的緊急避難場所 可是這個緊急避難場所 原來是現在現有的空間當中 現有的這個廣磁的這個開放空間當中 它原來是提供社區 可能有提供社區所使用的 可是現在因為有新增加了 這麼多的一些人口進來的時候 變成是所有的共用 所以它在真正可以提供的這個項目上面 到底是多少 我覺得這個部分必須要去比較清楚的去說明 以及你像這樣的一個空間 你達在比較大範圍的 你放在這個整個社區 或者是地區層級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防災避難空間系統上面 它必須要提供在什麼樣子的層級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從一個比較高度的一個角度 去討論這件事情 那可能不是用現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去做處理 那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因為其實之前居民移植都很擔心的 就是說這個地方它可能是有斷層 或是有這樣等等的這些疑慮 所以它事實上在不同的一個災別上面 它的一個逃生的一個方式 或緊急的這樣一個處理的方式 它應該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 如果真的是要放這麼大的開發進來的時候 那你不管是在震災或是在火災 那或者是你在淹水等等 這幾種比較不同在別的這樣的一個狀況下的時候 那個具體的一個處理方式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部分 可能要必須要有比較細緻的說明 那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的話 可能要去提醒的一點 就是說 我想可能也都發覺很花精神去放了一些 像一些地區的 應該是像譬如說 您那個報告書當中好像是附件三吧 然後放了很多的一些景觀設計的說明裡面 放了很多的空間 可是事實上看起來 這些所謂的健身設施 或是這些所謂的這些設施 你在原先的你的這個景觀配置上面 其實它並不是 原來看起來在做這個設計的時候 它並不是要放這些東西 然後現在把這個東西硬放進去 跟原有的植栽 跟原有的一些東西是 是沒有辦法搭接的 所以這個部分 它具體的一個做法是什麼 那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可能必須要去說 有一些比較具體的一些說明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有關於像一些那個樹 那個樹的種植方式 我不曉得這麼密植的 這樣子的一個種植這個方式 那個樹木 它彼此之間的那個存活性 到底有多強它長的那個 後續的那個管理上面 會不會有很多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部分 那可能要必須要去做一些 比較細緻的一些處理喔 因為 像現在這樣畫的這樣的這個圖 我想 我可能在 我之前在那個松菸吧 松菸那附近也看到 很多那種離植的那個樹 那個 我只能用慘不忍睹 來去形容喔 它的那個 那感覺好像就是 只有這個一個地區 就把所有東西全部都塞進去 然後所有的樹全部都在那個地方 是很 很很很難過喔 那看的人都很難過 然後那種 在那個地方 它沒有辦法移動的這些職在喔 它的那個 呃 生存的那個方式喔 我覺得這個部分 可能必須要去做一些 呃 比較 比較細緻的一些處理喔 那 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可能我覺得 可能之前我沒有提出 但是 我覺得居民一直在 concern的一件事情 事實上是 就所謂的 之前講的是多少層 然後現在是多少層 所以他們其實對於開發密度 這件事情 和開發強度這件事情 其實是非常在意的 如果今天市政府 你真的是非常有 這樣的一個具體的 一些個需求的時候 你必須要清楚的去說明說 我為什麼一定要這麼強的這個開發強度 和這麼多的樓地板面積 我後續 我到底公宅的部分 我要怎麼樣的去做運作 我後續的一些整 這個所謂管理的這個單位 我要怎麼去處理這些空間 那這個空間 那我是要用一個什麼樣子 運作的一個營運的一個方式和計畫 我覺得這個部分 可能必須要去做一些 比較清楚的說明 你才能夠很有效的 去讓周邊的居民了解說 我這樣一個詮釋性的 這樣的一個東西 這個放進來之後 它到底實際上 我後續因應在未來 這個地區在我提供詮釋性的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弱勢族群的空間 在它的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設服性上面 它真正可以達到的效益 不然兩邊一直都在 對於這個所謂的這個開發的 這個強度這件事情 在有一定的一個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觀念上面的一個差距 我覺得在取得共識上面是 比較困難的 那如果說你沒有辦法說很清楚去說明說 我為什麼一定要這麼多的量的時候 那其實你在說明很多事情 在說明這個開發合理性上面 其實它就在強度上 它就弱了許多以上幾點 謝謝 好 如果各位委員沒什麼意見的話 那我們就請杜巴君統一做個說明 好 可以嗎 謝謝各位委員的指導 跟各位民眾的相關意見 那我這裡面我們重點的部分 我先大概補充說明一下 那首先呢 剛才有民眾提到說那個中波 永春皮只有0.5圈 其實那個是它南側只有0.5圈 它全區是將近3.9公頃 它還有一個北側 那在委員這邊提到說 當然我們設計補充說明 剛好是提到設計補充說明 我們當然在後面 像那個詹老師的一件裡面 這個我們設計補充是有做 會整的部分來做說明 當然這裡面是有在提供 那當然我們決議那部分 我們再把它補充進來 那再來說 當然洗草部分 當然洗草我們是 應該是散後的措施 當然我們有積極的措施 包含了洗街 那個包含我們的洗車平台 這在基本區每個工具一定都有做 那我們在第八章裡面呢 納入了 包含一些我們鋪面的部分 這個設置鋪面 然後洗車 然後乘車 這部分我們納在乘路事項裡面 都納進來 再來就是 原車水底部分 因為我們未來水 都是排入公共的無水下水道 所以這個部分呢 變成說 納入公共的下水道之後 公共的下水道排除的位置之後 我們再把這個部分 會補充進來說明 所以我們沒有特別 針對乘路水底的部分 來做說明 另外 這個保留大便公共的 這個我們納到題材方案裡面 這個我們再拿進來 再來就是 有關於這個 我們整體的這個密集問題 等一下我們再補充跟我們做報告 至於說 呃 這裡面提到林老師提到這個 立線的部分 我想這個 這個可能我們可能是 其實這部分 有一點誤解 當然還是會 再把這個水線 立 那算有一線的部分 剛才老師幾題的 這方式來做 補充說明 但是 其實說我們實際上 當然這機會保水量 絕對是大於開發前的保水量 那這部分 相關的措施 計算方式說明保值 我們再補充 至於說 我們的這個 監測的部分